大家好,欢迎来到《为科学之听我来骗你》第四期节目 在这个节目中,每一期我们都会为您打破一个常识 为您提供一个不同视角的思考方向 还是那句话,请大家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 不要相信和自然接受我说的每一句话 当然了,也不要刻意反对我说的每一句话 把我的观点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在您的脑海里过这么几遍 这样您才能和我们一起来提高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 那我曾经看到过很多人在为那些默默无闻的科学泰斗们 战斗英雄们感到悲哀 因为啊,有人可以仅仅凭借唱红一首歌 眼红一部电影而红遍大江南北 赚了好多的钱,甚至获得很高的声望 但那些科学家们和战场上的英雄们却被人遗忘在角落里 而这些人却反而应当是我们所深深铭记的对象 其实啊,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用我的话说啊,这就是灵的伟大 我管这个现象啊,叫做灵和现象 什么是灵呢? 灵当然就是没有了 就是让你不能轻易感知到它的存在 因为一旦你感知到它,就意味着它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灵和现象是让我们工作生活安宁的保障 那比如我现在录节目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考虑到供电厂的工人的劳动 因为我并不再担心停电啊 那我在开车的时候也很少考虑 旁边车道上的车的驾驶员的认真程度 因为我并没有担心这辆车会越过这个车道转过来 还有更多的啦 我在洗澡的时候呢 也不会考虑到突然停水的情况 我在上网的时候呢 也不会考虑到突然断网的情况 我在购物的时候也不会考虑到信用卡被盗 我在大公司上班的时候啊 也不会考虑公司突然现金流断裂而发不了工资的情况 这些一切一切没有发生的事啊 都是一个个的灵 也就是说很多人努力工作的目标呢 就是让我们不会主动感知到他们的存在 因为我们只有在停电的时候才会想到供电厂 停水的时候才会想到自来水厂 断网的时候会想到暖络公司 出车祸的时候想到对方的驾驶技术 信用卡被盗的时候想到防盗技术 拿不到工资的时候才想到公司运营的不容易 这就是我说的灵的伟大 所以对于部队的英雄而言 他们的梦想就是让我们和平安宁 无忧无虑的生活 而如果我们的生活中铺天盖地的 让我们每天谈论和关心的不是电影演员 不是歌手而是军人的话 那么我们的生活注定不是安宁的 但当然我的观点也并不是说 我们不用再关心和关注这些英雄 而是借这个话题让大家认识到 如果你发现人们的目光焦点并没有汇聚在这些 为我们营造和平生活的人们身上 这本身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也正是这些英雄们期望我们生活变成的模样 下面我们再列举一些我们生活中的灵和现象 看到这些你就会越来越感觉到灵的伟大 也会帮助你平常更留意这些灵的存在 所有管理者 所有成功的创业者 所有需要做决策的人 都首先是灵和现象的观察者 首先是足球在场上 普通老百姓平常听到球星 大多都是中前场球员 因为这些人是修改比分的人 这些人风光的同时 其实同样重要的是后场球员的灵和现象支撑 但不管后卫也好 守门员也好 多少次赌枪也都是为了让比分不变 而最终静止不动的比分 不能让人们直接感知到他们的努力的 而且尽管他们连续99次堵住了枪眼 但只要有一次因为失误而导致比分改变 那么可以想象他们会受到多少的口租笔罚 所以说寻找或者评价好的后场球员 要比寻找和评价好的中场球员难 更容易的当然是前锋中锋这类的球员 2014年世界杯梅西差点就提前加冕球王的时候 所有人都看着他带领阿根廷队杀入决赛 但资深球迷和专业人士也都不会忘了 以马斯切拉诺为首的阿根廷后卫线 如何的一次次的保卫成门不失 而2018年的世界杯 阿根廷最后一场球输给了法国 尽管阿根廷进了三个球 但无奈后卫线被人惯了四个 两相对比 认真思考才能看到零和作用的重要性 再来想讲音乐 一首歌曲其实大部分朋友都只关注歌手 一少部分的会关注词曲作者 只有很少的人会品味编配和声 这些你在听歌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的部分 但这些部分做出来的贡献 怎么比喻好呢 你可以这样理解 一首歌歌手自己对词和曲的演绎 渲染出来的情感 就像一个将军骑着马奔腾在草原上 而好的编曲和和声 是让你感觉到将军后面 跟着千军万马一样的气势 这样就可以把歌曲本身要表达的情感的感染力 提升好几个量级 上次的Western ところ过训绕音乐 的遠谨 喜欢让人感这些感情来的友谊 让人感讨一些感情感事情 увер 我一遍的残酷的女孩 I'm happy, I'm happy, I want to go I am 心甘的加油 最后我们来讲讲商业上的东西 比如说产品 大家都知道三星Note7手机之前出现过电池爆炸事件 刚刚推出不久之后就召回人 这里就凸显出来了零和作用 这样大家才知道 原来手机为了保证可以安全上市 需要做那么多在功能上没有任何意义 仅仅是为了保证不出问题的检查检测模拟仿真 而即使是这样仍然会有疏忽的时候 而这个零一旦有任何的变动 就是大事发生了 做芯片也是如此 我之前在芯片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们需要确保自己设计的芯片电路 满足Six Sigma和六七格码的要求 什么是Six Sigma呢 就是这个电路在有随机参数变化的时候 每一百万次仿真实验结果中 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不能超过3.4次 为了满足这个要求 工程师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那个零保持不动 那举个大家一般都不会熟悉的例子 那业界最尖端的芯片设计中 仅仅是铺电路的这个规则啊 就是厚厚的像新华字典一样的一本书 一个电路最终能够实现 需要在非常有限的面积里面去布线 同时确保不违反这本书里所有的规则 那我不是苹果公司的粉丝 但确实苹果的产品啊 在这个零的问题上是世界第一的水平 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 尤其是软硬件结合 都是最高的水平 那我们肯定也支持国货 像现在的华为手机 在国外的口碑就非常好 但一个公司的真正实力 其实不在于能做到一还是二 而在于如何首先保证得零 上面说的是技术上的零和 而苹果公司在供应链管理上的零和实力 也是世界第一的 这个问题大多朋友都感觉不到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 我会把相关的介绍链接呢 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说明部分 你们可以去浏览 好了 那关于零和作用啊 我们介绍了它的魅容 举了一些例子 但了解零和作用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那这个帮助啊 就太大了 打个比方 当你看到一栋楼的时候 你的眼中除了外观上肉眼可见的雄伟 你的内心还能够因为零和理论啊 而感受到这种楼根基的扎实 说白了 就是当你观察或者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将不仅仅停留在一个事物最风光的部分 更能进入为这个风光部分提供扎实基础 但却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那个核心 那有这样观察和思考习惯的人 弱势的成功率肯定会更高 不是吗 好的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 都能将这个理论 应用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交流 我们联系方式就在这里 好的 谢谢大家